上个视频,神秘的末世机甲出现,摧毁了新,并且严重损坏了我们的战角。 经历了9981难,我们终于拖着残破的战角,逃离了洞穴。 这个视频,我们继续来做系列任务《金剧之心》。 得知新被摧毁的消息后,分崩离奇的英泽里家族终于决定团结遗址。 共同度过这次难关,父亲哥哥为我们准备了一具末世机甲, 驾驶末世机甲重返无胎之际。 陆上,父亲会教我们如何操作末世机甲,按下初次可以让末世机甲进行奔跑。 奔跑会消耗动力条,奔跑时按下下蹲键可以让战甲进行滑行。 滑行也会消耗动力条。 动力条耗尽以后,末世机甲就只能正常行走,但此时动力条会慢慢回复。 使用奔跑和前窗快速前往黄色肉顶。 路上的小怪不用一踩,直接躲过就好。 来到新所在的密室,末世机甲的四个技能全部解锁。 密室中会有三个感染者母巢。 依次涉及这三个母巢,激活它们。 母巢周围会孵化出到样的感染者。 我们需要将所有的感染者消灭,并且摧毁三个母巢才能进行下面的任务。 使用末世机甲的四技能进入炮台模式,可以造成大量伤害,快速消灭感染者。 之间,记得使用机甲的2技能,为以及加上火盾。 减少伤害的同时还能对靠近的敌人造成伤害。 末世机甲的空战武器除戒准,有一波出名条。 出满后,按下副射击魔术键,可以进进一次造成爆量伤害的范围攻击。 消灭所有的感染者之后,我们就可以去攻击母巢了。 摧毁母巢后,末世机甲的武器会变为修复工具。 我们可以使用修复工具,来修复武器上面的裂痕。 进行设计的同时,移动转新。 沿着裂痕的方向来回移动,直到冲条冲马。 这样,一个裂痕就被修复了。 如果裂痕距离太远, 可以使用地面上的神斧板,升到空中进行修复。 所有裂痕都被修复以后, 因泽地家族会尝试重启星。 听过提示石板之后,星终于被成功的激活了。 而此时,神秘的末世机甲又再次出现。 使用末世机甲的4技能, 进入后台模式,很轻松的就可以击毁它。 最后,我们会被传送回末世用途的大门前, 进入末世用途,完成任务。 跟着皇子任务田找到祖母与她交谈。 原来所有的这些都是祖母四党字眼。 目的就是为了让分奔离习的英子异家族再次团结起来。 这次系列任务经济之间全部完成了。 父亲还会通过邮件, 方便我们全套的末世机甲的蓝图作为奖励。